一个大骗子,骗了日本人二十多年,丑闻曝光后,日本修改了教科书。 义朋友们都知道,二战前日本最大的骗子是天皇。 此明治为心开始,日本用了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,把天皇塑造成全知的神。 在这尊神的推动与纵容下,日本军部及百姓在一片狂热中,袭蔑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,制造了无数惨案。 盟军的两颗原子弹把日本人打猛了,但并没有打醒。 天皇的所谓律音是百姓不能直接听的,因此,昭和天皇下令投降,都是以录音而非直播的方式发送的。 当时很多日本人要死要活,当然,真死的没几个。 而直到1946年,在元旦讲话中,天皇才终于道出了真相,之前说我是神,都是骗你们的,我也是人嘛,看看这图就知道,它跟普通人有什么区别嘛。 但它的欺骗,使很多国家的人民陷入无尽的痛苦,也包括日本人自己。 所以我说,他是战前日本最大的骗子,战后呢,也有的大骗子,把日本人耍得团团准,从普通人到专家学者载到内阁大臣,督中了他的圈套。 三,他叫腾村新一祖,年轻时就是个考古爱好者。 四,他甚至在自家庭院里,发现过神文时代,公元前一万两千公元前三百年的淘气碎片,从此,他对考古的热情不解。 后来,他进入东北电力公司,业余考古。 古从1981年起,他就宣称发现了很多石器,这些石器,直接把日本的文明石,推进到了六七十万年前,使日本人认为,列岛上最早存在的人类,可以与山顶洞发现的北京人媲美。 六,这简直是震撼人心啊,几颗石头让日本各界欢欣鼓舞,文部省高兴至极,把教科书都改了,然而,2000年,却被记者发现了猫腻。 七,他们拍到腾村在遗址埋石头,挖石头的照片,原来,都是他自己搞的鬼啊,难怪一挖一个蠢了,消息曝光之后,整个日本又沸腾了。 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,全部是建立在造假的基础上,他们的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,匆匆忙忙又把教科书改了回来,后来的调查显示,腾村参与的发现,基本都是造假,他骗了考古学家,历史学家,骗了日本人二十多年,从影响力上讲,他应该算战后最大的骗子了。 与此比起来,那些骗钱骗色的,都是小屋而已。 八然而,他如此造假,真是一个人能搞定的吗? 首先是日本人的虚荣心在作怪,他们希望有这样的发现,也就不愿意去思考是真是假。 其次,学界人士明哲保身,有人虽然有所怀疑,但也不愿意去指出,免得影响自己的前途,最多只是跟腾村的研究划清界限,不去掺和。 第三,年轻学者不敢质疑权威,第四,有知情学者配合,如此大规模的造假,显然绝非他一个人能做出来的,只不过,最终那些人隐藏起来了,把责任都推到了他身上。 九藤村说,本来造假只是求名,后来被人冠以神之手的称号,就再也停不下来了,不过,最终他未受处理,2003年,他再婚,改成妻姓,连家姓都不敢要了,之后,又精神异常,斩掉了自己几根手指,神之手啊,就这样没了,而且,据说,他的记忆也失去了, 不再记得造假的事,但是真是假,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,反正,他的事让日本闹了大笑话,成为全世界考古界的笑柄,本文照片,来源网络,若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。